嘿大家好 相信大家在机快递的过程中 可能会经常会碰到就是盒子比较小 然后东西放不进这种情况 然后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小技巧 可以把这个盒子给它拉长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放进去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个盒子改造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快递盒的宽度 大概就是我要放到这个东西的两倍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中间给它裁开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长的这边 就是给它就是这两个箱子盖子上面 我给它加了画了一个中线 这画了一根线这边也画了 然后这个底部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侧边的话 大概是一条虚线 因为这个地方等下是不会剪开的 在裁开之前的话 我们先把底部的这个胶带子 先给它剪掉 然后现在我们把 依次把这几个区域给它解开 裁开 裁到这个交界处这个地方 然后就不要裁了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OK 现在我们就裁完了 大概是这个效果 现在这边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去的话 就是见证奇迹时刻了 好 我们这边拉着这个角 然后这边拉着这个角 侧边的 然后我们把这样拉开 当你这边中间的话 最好先给它折一下 OK 这样大概就是最终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弄直 弄直了之后 然后这一块我们给它折起来 OK 先这样给它折起来 折完之后 我们把它用胶带给它固定 OK 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放进去 OK OK 现在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完整的放进去了 OK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对折 然后用胶带固定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这个包装就OK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就点个赞呗 OK OK OK